大家好,快來到聖誕節了 雖然因為疫情關係不太建議聚餐 不過一隻細小的佛雞對於三至四人家庭來說 分幾餐都可以吃得完 我這隻大約5公斤左右,是市面上接近最小隻 另外,自己焗一定比在外面買的鮮嫩多汁 沒試過的,我絕對建議試一次 看看材料 首先切好材料 道蟲子可以給火雞一種特別的聖誕香味 將它們磨碎,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弄碎 然後切開太多了 吃花葉 然後切開太多了 可以切開太多了 既然把水牛一架 切開太多了 我會給它們大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下來的步驟一定會弄髒的桌子 除非你用一隻能夠裝得下整隻火雞的大碟 將火雞頸拔出來 順便拔上膠溝 反轉隻雞就可以拿到一包內臟出來 有心、肝和腎 可以用來炒或煮湯 今次就不用了 記住抹乾整隻雞的外面和裡面 將雞胸皮盡量用手指和手做鬆 然後將大約一半的牛油醃料 分成細份搓成球狀 塞入雞胸和皮之間 再擦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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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用來擦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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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洗完材料後,將雞翼反入底部 再用一條繩在底部繞過雞翼 在雞翠骨的位置大約繞幾個圈打結 雞翼 雞翼 大約13個圈 20個 玉米 雞翼 炒成面 雞翼 玉米 洋生 胡萝卜 落成小鸡 油 十分钟 放入鸡汁 切成切成切成维 再用烤鸡 先把这个面接 不要看雞胸好像很乾硬 實際上它吃下去還是很軟 好